看看新闻榜 要说今年最高调的情侣呢 那除了凌峰和吴谦宇还会有谁呢 要知道作为这TPP一线小声的凌峰呢 对前女友的态度可以说是能藏就藏啊 不过这一遇到19岁的谦宇BB 这凌峰呢就完全失控了 嗯来看一下这一年啊 这一年中呢凌峰不仅是当众喊爱 就连家族旅行呢 吴谦宇也是这个有份参加 这份恋情降这个节奏啊 看来我们很快就能听到两人的好消息了吧 来看一下 错了错了 虽然好难得看到凌峰和吴谦宇同时现身 不过今天这对情侣可不是来公开喜讯的 而是出席吴谦宇老板 香港著名电影人黄百一鸣的儿子黄子恒 和吴谦宇的经纪人郑家敏共结连礼的 不知道是不是怕被在场的媒体催问婚期 两人在照相后匆匆赶场并没有接受采访 这段年纪相差14岁的爱恋从一开始就是相当高调 2013年的1月 吴谦宇首次以女友的身份 现身于凌峰于宏馆举行的 Time for you个人演唱会的首场 林峰口中的Vivi就是对吴谦宇的爱称 而吴谦宇此时的出现更是宣布着所有权的意味 作为嘉宾的先安琪唱完赶忙撇清关系 林峰和吴谦宇这样的高调让人不禁怀疑 两人是否正如杂志爆料的那样已经有了结婚的打算 因为我觉得求婚就是一个惊喜 就是要让你想不到的才会难忘 吴谦宇甚至连婚礼的地点都已经计划好了 我之前也有提过就是我很喜欢阳光海滩 所以我就希望在一个island小岛 虽然小女友一再表示期待婚期 但是林峰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松口 而据东方新帝报道 林峰对婚事逼而不提的态度让吴谦宇大为失望 于是19岁的小女友闹起了脾气 一连串的手段虽然幼稚却也颇有成效 吴谦宇曾和千金杀手周博豪在同一家公司 后来转投了黄百名旗下发展 此前与林峰恋爱周博豪早已被吴谦宇抛到脑后 只是最近逼婚不成周博豪成了激将法的最好人选 有报道称吴谦宇最近和周博豪的暧昧气坏了林峰 预定压轴出场的新城颁奖典礼的林峰 提前出场只是为了避见情敌周博豪 他应该有去啊 没有真的 你不跟我亲居都熟了 因为跟他之前是同一间的公司 所以就比较有人落 报道中还一一列举了谈恋爱大半年来光是租半商豪宅大满名牌 信用卡认刷送名车加上环球旅行 林峰就在吴谦宇身上已经耗尽了千万 近日更有传林峰向无限高层秘密预支了八百万的酬劳 明显林峰财力已经不胜负荷 该杂志还爆料早前林峰写吴谦宇及音乐人庄东兴去按摩解压 林峰宝贝前宝贝后的好言苦劝不果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谦宇随南技师入按摩房 被留下一人的林峰当场痛哭落泪 惹来现场的按摩客一轮纷纷 还有目击者听到林峰不停地反问 我这样爱他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 虽然八卦杂志一向是看图说话 只是这回的描述实在过于知音体 风谬之余透着几分搞笑 想来读者们也都是一笑而过了 不过心爱的小女友的名声遭到如此抹黑 林峰终于还是将低调抛到了脑后 和吴谦宇发表了声明逐一反击报道内容 我俩并未到谈婚论嫁阶段 顾一切有关逼婚骗婚 以及因逼婚不随而引发的一切传闻 皆属无际之谈 有关一切包养买楼买车附属卡等虚构报道 实属全无根据 对于一切饥寒哭诉等负面情绪的报道 深感荒谬 这段长城声明由两人联手在七夕之夜发出 倒也没有多少人认真去研究其中的内容了 我们只是看到这两人还是一如既往的甜蜜着 林峰还是在 想必鲜鱼也还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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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的新天地好想好想谈恋爱报道 谢谢 谢谢